即实现个人助手功能清单的发布 作为一个个人助手的小程序 通常都表示着 这个小程序有着比较丰富的功能 那么当这个小程序功能越来越多的时候 在小程序测 我们希望有一个比较友好的界面 能够进行功能清单的管理 当越来越多功能加入的时候 也不至于让小程序变得越来越混乱 我们这节课就来学习 实现小程序个人助手功能发布的这么一个功能 在小程序测 功能发布清单 看起来就是这个UI这个样子的 首先我们来看小程序测的实现 来到微信开发者工具 我们先来看小程序测的实现 可以看到在底部的Tabbar栏 增加了一个叫应用的Tabbar 点击进来 就可以看到一个叫应用列表的页面 它是一个九宫格 在九宫格里面 每一项就是一个应用 那么这个是怎么实现的呢 首先是Tabbar栏 在Tabbar栏全集配置这里 我先添加了一个叫应用的Tabbar 它指定了Pages目录下面的Menu页面 我们来到Pages目录下面的Menu页面 首先来看它的四图层 在四图层定义了一个九宫格 这个九宫格就是前面第一章提到的 使用VUI.wxss来实现的 在这个九宫格里面定义了一个Blog 这个Blog就是每一个应用 它循环Grid这个数组 对于每一个数组 把它的名字显示出来 这个数组就是在Menu页面的逻辑层实现的 来到逻辑层 这里面的Data数据定义了Grid的数组 它里面有两个对象 每个对象有一个Name的属性 它们分别是应用1和应用2 在Menu页面就显示出了 应用1和应用2两个应用 在Menu的逻辑层 还定义了一个叫UpdateMenuData的函数 当Menu页面被加载的时候 这个函数就会被调用 那么这个函数干什么的呢 它会请求后台 然后更新功能清单的数据 因为后台API我们还没有实现 所以这个函数暂时先保留 等我们后台实现之后 我们再来这里实现这个函数 简要的学习了小小计刷的实现 我们接下来来学习 个人助手功能清单发布的后台实现 在D窗口的后台实现 我们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定义 功能清单的通用数据之段 那么这个通用的数据之段 包括什么呢 首先功能的名字 这个是必须要有的 接着是功能的分类 还有就是功能的附加信息 比如说这个功能是属于哪一个版本的 它的请求地址是什么 还有这个功能的简要描述 这个功能是干什么的 它有什么注意的地方 当我们定义完成一个应用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应用 写到一个配置文件里面 然后通过D窗口后台 读取这个配置文件 再通过API返回给前台小程序 这样子做有什么好处呢 当我们的应用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们还是可以把这个应用 写到配置文件里面 然后通过D窗口后台 读取这个配置文件 返回给前台 这样当应用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们的功能清单发布 还是保持着这么简单的一个架构 在这里我把应用的定义放到了一个叫APP.YAML的文件里面 它是一个YAML的配置文件 它的语法非常简单 使用缩近就可以表示配置的程序结构了 我把应用分成了两个部分 分别是Publish已经发布的 和Developing正在开发的 在已经发布的应用里面 我定义了一个天气的应用 这个天气的应用 就是我们在第一节实现的天气应用 有Category之段 表示它是哪个分类的 Application之段 它天气的英文名字 以及中文名字 发布的日期 请求的地址 和简单的描述 在这个配置文件里面 当我们的应用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的 在这个配置里面 增加应用的定义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 我们怎么加载这个应用的配置 并且返回到前台 在APIS文件夹里面 我定义了一个叫Menu的视图文件 这个视图文件里面 定义了一个叫InitAppData的函数 这个函数 首先会加载我们前面提到的配置文件 然后把这个配置文件里面的内容返回 接着定义了一个叫GetMenu的函数 这个函数是用来处理请求的 我们接下来就来实现这个函数 首先是要获取全部的应用信息 Global API Data 等于 前面的这个函数 直接返回 接着我们从全部的应用信息里面 取出已经发布的应用信息 Published EveryData 等于 所有的应用信息里面 取已经发布的 拿到已经发布的应用信息之后 我们将这个应用信息进行一个简单的封装 然后再返回给前台 在这里 为什么要对这个数据进行一个简单的封装呢 因为如果我们直接的取出来就返回的话 显得不太友好 我们还希望在这个数据里面增加一些附加的信息 比如说状态码 Message等等 在YouTube时目录下面 我定义了一个叫Response的文件 在这个文件里面 我定义了一个这样的函数 这个函数在原有返回数据的基础上 增加了一个code之段和Message之段 在上面定义了一个叫状态码的类 这个类协商了一些 我和前台共同协商的状态码信息 成功为0 失败为-100 接下来我们来封装这个信息 Response等于 YouTube.Response.Relapt JeggResponse 数据等于 Published AppData Code等于 Response里面的 notwend Theivity assemblage The success 接下来进行返回 Letters.orrhaggc rt.systems Data 等于response save参数为false 保存 出现了这个函数之后 我们还要定义成路由 将请求路由到这个函数里面 在APIS来到UILS文件夹里面 在Write的同级路由下面 定义一个叫menu的路由 它调用menu仕图里面的getmenu函数 保存 接下来我们使用postman测试 首先把这个运行起来 运行起来之后 打开postman 这个menu的地址就是 api v1.0 service menu 它的方法是get的方法 发送 可以看到 这里返回了天气的应用 以及我们封装的resout code和message信息 接口完成之后 我们就来实现扩存续测 首先在全球数据里面 定义服务端的地址 以及API的版本 服务端的地址 我们这里启用的是8000端口 如果起了不同端口的话 相应的 这里改成不同端口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定义API的版本 v1.0 定义了这两个属性之后 我们就可以实现menu页面的逻辑层了 首先定义一个全局唯一的采生区对象 constapp等于getapp 接着来实现updatemenudata这个函数 调用微信.request.api 这里的地址 是要调用全局数据里面的数据 app.global.data API的版本 再加上具体的路由 service.menu 接着定义请求成功之后的回调函数 success 这是一个函数 接受result对象 当请求成功的时候 我们希望把请求的结果 放到greets数族里面 首先把结果的数据取出来 varmenudata 比如result.data 点data 这里需要再加一层data 为什么 因为在刚才我们封装结果的时候 加了一层data的 这段 在data的这段里面 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结果内容 所以这里需要加一层data 获取到menudata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数据 放到页面的初始数据里面 var.dat等于this dat.setdata greets数族等于menudata 保存 接着我们来修改四图层的逻辑 这里直接调用的是item.name 因为我们数据结构方向改变了 这里实际上要调用item.app.name 修改完之后 点击编译 来到应用tab 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在后台定义的天气的应用 已经返回了 往后也用这个架构 即使到后面 我们的个人助手 都能越来越复杂的时候 我们还是可以像现在一样 由此简单的 去发布我们的应用 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